如果有任何狀況 你應該提出來講 什麼都沒有 現在被查到了 才哀哀叫 口罩國家隊是多少的廠商 國人不免不休 經過多少時間 才能從 當初一天188萬片 變成日產 一天2000萬片 可以送給有班國家 可以讓國人安心 現在竟然有一家廠商 只為了他個人的利益 卻還用中國的製品 來一幕混珠 甚至於還大剌剌的講東講西 真的讓人痛心 而且也把多少人的努力 一天蒙成 我們非常的愤怒 覺得萬萬不可以 經濟部跟我報告 非常的清楚 這家廠商 都還有自己產的口罩 在市面盒裝販售 可見他行有餘力 什麼說做得多辛苦等等 並不是事實 第二 經濟部提供給他的口罩原料 溶噴布 綽綽有疑 比如他做18萬片 我們給他20萬片的原料 他通通用光光 我們之所以多給他 就是說製造過程中 如果還有耗損 都給他 他都用光光 卻還說還要進口中國的來彌補 顯然也不是 在經濟部市 如果有任何狀況 你應該提出來講 什麼都沒有 現在被查到了 才哀哀叫 根據相關的法律 這不但是詐欺 而且也是違反了 要釋法 相關的應該明白規定 所以我們希望任何人廠商 不要因個人私利 而侵害了團隊的榮譽 政府一定為國人嚴格把關 不容任何人魚目混珠 後粉鳥視聽 我們的品質絕對守得住 而且口罩國家隊的榮譽 也絕對大家分頭來堅守 政府嚴格把關 全民共同防疫 台灣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 國人這麼多的努力 不要被一個人個人的言行 受妨礙 相關主管部會 都會依法查辦 我們因為日產2000萬片 足足可以安全供給國人 所以我們早已經換寬 就是任何人已經可以出口口罩 可見什麼做不來負擔很重 根本不是這樣 所以口罩可以自由進出口 那應該明白表示是法律的規定 更不能一目混珠 現在日產2000萬片 綽綽有餘 都可以出口去賣了 所以政府也因為大家努力建立了口罩國家隊 口罩made in Taiwan品質之好 所以全世界現在都跟台灣滿 所以我們也等於是大家努力創造榮譽 全世界不但看得起 而且大大出名 現在我們也鼓勵廠商 可以合法的高品質的 繼續維護台灣的榮譽 同時也可以因此有賺錢獲利 也是政府都想看到的 那至於如果有任何破壞團體榮譽 任何違反國家法律 都有相關主管機關依法辦理 如果你們有一位 有野善人膜的資格 那樣? 不是一個人的資格 但我們很高興 我們另一位 我們來一點點 我們來勉強 我們來勉強 我們來勉強